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祝你中午用餐愉快 現在的資訊越來越多 產品各方面也越來越多 我們發覺大家在上班 家庭不用的時候 休息都要去郊外走一走 那就喜歡那種繁埔歸真的感覺 就是平常看到的都是那種 3C的東西非常的多 所以知道現在的人 不管他要吃、要使用的東西 都希望是 大家都會要求 像現在米都吃得很精緻 其實以前吃糙米 糙米現在看起來是很不錯 以前是環境比較不好的人 吃糙米現在不一樣 糙米是現在環境很好的人 吃得太好的人說 我去吃糙米這樣 比較天然的 糙米也很好 還有就是... 什麼... 我以前買的那個... 好像家庭不買下來 就可以來洗... 洗那個叫什麼... 什麼... 什麼會... 無患子 無患子之類的 對 對,那都是很天然的 還有就是老祖宗留下來的一些智慧 其實很值得大家再把它回來用一用 是 好的 今天我們幾位來賓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們平常會使用一些 譬如說爸爸、媽媽 或者家裡的人曾經說 用東西比較好 好,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首先介紹這位 這很厲害啦 他什麼都懂 應該懂很多了 Julie 哈囉,美鳳姐好 祖宗智會照著做健康長壽 不是夢 對 對 祖宗的地位是很好用的 對 另外這位也是... 我也覺得他也越來越漂亮 請一點 美鳳姐好 各位各位大家好 養生在動、養心在靜 所以健康最重要的就是要 對哦 還有里外心靜也很重要 另外這位是 好像首次來到我們節目 待會兒要跟我們分享很多新的資訊 林鳳音小姐 鳳姐好,大家好 我覺得要回歸自然追求健康 是 我們才身體會有更健康 更有感覺 對啊 大家都想回歸到天然的 但是有沒有天然呢 問我們這位老師 他就知道 就是Sam老師 鳳姐好,大家好 所以追求天然的好品質 然後肌膚的保養不馬虎 是 就是說 天然是最好的 是 但是就是說 生活其實是 你的生活簡單嗎 我覺得我很簡單 尤其個性 對,很簡單 你另外一半 對 就是另外一半不簡單 所以我自己就 頭腦要放很簡單 不容易耶 才能夠統合平衡一下 對不對 就是不容易耶 就是生活上面要做事 真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像 就是一些天然的東西 其實不管是吃的、用的 我其實都還滿喜歡追求天然 沒有人工的這樣子 是 當然就是說 除了照顧你自己之外 對 有的時候很天然的東西 有時候小朋友 或者你另外一半 會覺得... 對,因為他們就會覺得 譬如說 剛剛美鳳姐提到米 他們就覺得不好吃啊 醋味 當然要白米飯啊 對 所以就是有時候 媽媽就要想一些祕訣 譬如說本來的白米飯 變成五五 一半一半 混在一起 對,混在一起 然後你越來越加一些 每天就是可以改變一下 吃的東西 這就是要用心的地方 對不對 但您姐有一些什麼要分享 我應該是說 我是因為家裡面 有一點點家族性的遺傳疾病 糖尿病的痘病 所以我會開始擔心 對 所以我是大概三、四年前 開始改變飲食習慣 像剛剛美鳳姐講的 糙米 我們家是整個改掉 就全部都吃成糙 對,糙米 然後加上一些 譬如說什麼 蓮子 五股的各方面 還有什麼藝人 什麼都加這種去煮 然後能夠吃的東西 盡量就是能蒸能夠用煮的 不要炸 對 或是...對,不要大油那種東西 對,盡量啦 就是說當然不是說完全 因為也只要有的時候 對 在外面吃的是沒辦法 可是自己在家裡面 就盡量自己有油 對 它這點說得很有主力 很有概念 對 在外面我們沒辦法公共吃 對 在家裡我們盡量能做到 那是最好 那在外灰塵各方面也很多 是 在外面可能坐在哪裡 桌子我們碰到它 很多人都摸過的手把 對 那就沒辦法 回來家裡 那我們就要從樓到尾 把它清洗得乾乾淨 對 因為在外面最主要一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外面所有的空氣、灰塵 包括汽車的排放、黑煙等等 它都是屬於 油溶性的髒污就更容易 沾黏在我們的皮膚上面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清乾淨 對皮膚的一個保養 是一個完全是錯誤 對 所以說生活的品質 其實你就從最基本的乾淨 是 乾淨 對 導致那個洗澡還有洗臉 那個味道如果有一些是很重的 對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聊了那麼多 就是除了你吃的健康嘛 對不對 然後包括你用的東西要健康 保養的第一個步驟 大家很清楚就是 對 那清潔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可以去大賣場 看琳瑯滿目什麼都有 但是裡面其實它都會加了什麼 第一個可能 是 然後還有一個是什麼 因為你洗完皮膚不能澀澀的嘛 對 甚至還會加一些所謂的 會讓你洗完 皮膚怎麼這麼的滑溜 好像那種 對 感覺是很棒的 廣告裡也是這樣拍的好不好 還有一些它一定要加什麼 為什麼要加針醜劑 因為你... 比如說你清潔產品 說身體乳好了 沐浴的產品 你把它擠出來 如果是很水 就不好起泡了 然後又流到處都是 所以你看 我剛剛光講到這邊 就已經加了幾種了 四、五種了有沒有 就是我們有時候會添加... 對,那是所謂的清潔產品的添加 然後如果說我們 以沐浴乳的三大添加物有什麼 第一個是介面活性劑 介面活性劑基本上 它是要經過介面活性劑 才能做到起泡的功能 然後起泡完之後 它才有清潔的功效嘛 因為是很多介面活性劑 它裡面都是加了什麼 它不是天然的 它是化學成分去添加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防腐劑 像你會發現有很多的 包括保養品清潔的產品裡面 它一定會加到水 是 因為有很多保養品 它要水去溶嘛 有水基本上就會有什麼 防腐劑 對,那防腐劑通常 它裡面是什麼成分 就是一種叫作 它就是所謂的 PERIBON系的防腐劑 那這類的防腐劑 現在有很多天然的品牌 他會說那我不要用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你用久的話 皮膚可能會產生發炎的反應 有些人他皮膚比較脆弱 加了這類的防腐劑 你可能第一次用沒感覺 長期使用去累積它 皮膚就會慢慢會癢 會有一點泛紅的問題 所以有很多廠商 很多品牌 他們就不用這類的防腐劑 不過呢 有一些它就變相 去用別的防腐劑去期待 比如說可能用天然的防腐劑等等 問題是有一些它裡面還是 比如說你的瓶身等等 它可能會融出一些甲醛的問題 所以還是要特別的注意才是 那最後一個就是香料 可能要香香的 要讓它整個產品 比較有加分的感覺 或購買育會比較好一點有沒有 比如說你打開它味道如果很臭 它可能也不太想買了吧 對 所以還是要走天然的為主 所以比如說剛剛有提到 對 或骨茶粉 骨茶粉拿來洗碗嘛 對 骨患質拿來洗澡 洗身體等等 所以盡量呢 現在有很多人 他甚至會挑選一些 比如說它要天然做出來的 比如說像 比較天然溫和的清潔類的產品 包括現在清潔家裡的產品 因為過年也快到了 對 也都會清潔家裡大掃除 都會選擇這種 比較天然溫和的東西 對 對 是怎麼樣保養你 因為我覺得你的頭髮也算 就是說脆弱頭皮 對,脆弱 脆弱細軟髮 然後我的頭皮也是比較敏感的 其實我的上半部 就是頭髮真的比較難 我都要換不太一樣的洗髮精 然後不能有太多添加 也不能有太多香味 也不能洗二合一 我一定是洗髮乳跟潤水 是一定要分開的人 其他地方我比較簡單 就是因為我皮膚比較容易敏感 我只用肥皂 就是一般的肥皂 就是可能只要是手工皂 或是什麼 就是從臉洗到身體 全身洗 然後我一個禮拜會用 去一次 就是真的去醬汁 好,那你呢 其實我應該講說 我個人比較醜用 就是用什麼都還OK 可是因為我們家兩個女兒 我現在後來就變比較偏 孩子們的需要 然後我會做這樣的 可是你知道他們很討厭 就是我帶他們去買東西 如果說好不容易對不對 看那個成分 老花眼鏡還要戴起來 看仔細了 完了之後 這一瓶不錯 成分OK對不對 他們拿 一樣 味道不錯 你就會覺得 怎麼能用這樣來取決那個產品 有的時候不管 不管他們的反對 就買回去 用一用 他說媽媽 這個沒有泡泡 誰說規定說 東西洗了一瓶要起泡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他們的邏輯 已經變成小孩子 就是一定要有香味 要有泡泡 鳳音呢 其實我是民侃體質 我真的是 用什麼都不行 剛剛講的什麼 頭髮的洗髮精、玻璃乳 都有化學殘留 化學殘留 尤其是我頭髮非常長到腰了 其實那個是乳 是不行用的 為什麼 毛泥片會蓋起來 整個封閉 我整個營養素是吸收不了的 後來我就是到處找 你知道我的兒子 那個老公 他是半個法國人 半個彼此 他就幫我找 你知道嗎 我找了半天 終於找到一個法國的 然後真的是 它是很高程度的 那個植物感很有 甚至有的還會 我跟你講 我真的好像得救了 洗臉、洗頭、洗澡 我都用那個 剛剛我都解決掉了 像那個髮尾會比較乾 對不對 那我就... 它也有做馬賽皂的液態皂 叫馬賽膠 我就拿來做潤絲 對 那就這樣子我就OK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是洗 我頭皮一樣吹乾 然後我大毛巾壓乾 我這個髮尾呢 我大概吹 我發現非常的柔順 跟我一般的潤絲巾的感覺 是不一樣的 是 其實看起來 髮質真的還不錯 真的 它也算髮量不算很多 髮量比較軟 是 所以頭皮很重要 因為頭皮我們很容易... 很奇怪 明明就不是油性的 我們就是洗那種 比較中性的 但是好像它又很容易出油 那你拿那個洗油性的來洗 它也不是辦法 整個比較乾 是 那因為頭皮它會隨著 然後隨著你的年齡增長 是 還有隨著你的生活作息 跟飲食習慣 是 會改變你頭皮出油 或頭皮的狀況 因為像大家都知道 我皮膚可能 我皮膚夏天我要擦清爽的 秋冬我要擦保溼的 是 因為是你不太可能幫你的頭皮 準備五、六種不同的 可以清潔的東西對不對 不可能 對,你不可能會顧到那麼周全嘛 所以你反而要選擇一個 在你洗完頭 洗完... 甚至洗到頭皮 是比較溫和的 是 然後它也有它一定的 可能所謂的清潔去油的能力 是 然後去油不能太過於讓它乾燥 是 你可能去油力去太強 就好像整個太崩了 有沒有 頭髮變得很乾 毛孕孔變得很澀 反而不好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選擇 正確的清潔產品來講的話 比如說剛剛有講到什麼 馬賽兆 是啊 其實這個我大概有看過 因為它在法國是滿紅的 是 然後重點是它裡面有加了 很好的基底油 基底油是來自什麼 橄欖油 然後還有加乳木果油 是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乳木果油 大家可能會想說 在很多保養品裡面 都看得到這個成分對不對 對 不過這個成分它是 全世界最油的果油 最油 對,它可以排第一名的 是 所以乳油、木果油 會那麼多保養品或什麼 都來用 是 問題是乳油、木果油 它的萃取出來 包括它要再用出來的時候 它有一定要相當的技術 是 不然的話 你擦在臉上一定會油到不行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品牌 它有它自己的技術 把它輕量化了 我擦起來 不一定是它的保溼程度 潤質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對 是 好 這個現場好像也有 也有帶來 但是它現在在用的嘛 是,這個很好用 它這就有乳木果油 還有... 馬賽 對,還有... 馬賽兆 還有那個味道 它就很古早 不過有很多人 你會想說 什麼叫馬賽兆 不就肥皂 對啊 對 馬賽兆 顧名思義就是 它做一塊一塊 像馬賽克專政方形 對 所以它組合起來 就好像馬賽克一樣的感覺 有沒有 對,還有一個原因 對 因為南法那個地方 常感男友 對 幾百年來,幾千年來 都是在馬賽座 所以這叫馬賽兆 對 這也沒有辦法做太多就是了 是不是 因為它工法 如果遵求古法 它是要五十天到六十天的 它味道好天然 對 所以它裡面就是有 對 它這邊有帶來這個 馬賽兆固化的過程 對 可以等一下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一開始的 就是它把這個馬賽兆 我們有做一個實驗 就是把它還原 對 然後就變成原來的液體兆 後來顏色怎麼會不一樣 對 之後它就因為經過乾燥以後 它的顏色會變 然後它會熟成 而且它很厲害 這個馬賽兆 剛來的時候很綠 慢慢慢慢會熟成 它是 它會一直變色 會變成神綠色的 或者是 不同的顏色 對 所以它一開始是這個顏色 煮過以後 煮過以後 然後完了之後再凝固變這樣 然後後來就變那個樣 對 那變那個還會再變 還會變 剛來的時候是可能綠色很深 然後慢慢慢慢開始熟成 它是一個活得到 它會一直一直演變 會變成一個... 怎麼講 是一個熟成 顏色不太一樣 因為你可能 你放到你的浴室的環境跟溫度 也會變 所以改變它不同的顏色 都會 對,如果它真的會變 你要... 反而你要比較安心一點 對,它會變難 不是,有些人 我想說買了以後回去說 我明明買的淡綠色怎麼變色 綠色壞掉了 對 不要跟媽媽講不是這麼好 它會變色 不要搞錯了 是 而且它還原 你看它這個... 因為他們做了一個實驗 它煮過以後就變成... 我們... 因為沒有影片嘛 因為我去參觀過 它那個影片就是煮... 其實這個小時候 就會變成這個狀態 然後經過四、五天的乾燥以後 它才會切割 然後蓋那個鋼硬 蓋完以後才自然硬乾 總共要五、六十天 對 所以很費工 對 其實它這個你看 就剛剛我講的 它會用植物油、橄欖油 然後它是用蘇塔起泡 老師 所以是比較特別的 比較天然 然後又加上海鹽 然後大鍋爐就變燥化 然後之後它就熬煮七十二小時 七十二小時它會產生高級甘油 也就是你們保養品裡面加的甘油 才是有保濕的來源 那橄欖油又會滋潤 然後之後它就是要... 我講的它要變成四、五天 它乾燥以後 大塊切割再變成小塊 然後再人工壓那個剛硬 就我那個七十二%以上的剛硬 然後之後它自然應該前後五、六十天 跑不掉 那我們要看一下 就是它的清潔測試 到底多清潔 清潔而已 有帶來 因為它說可以卸妝耶 可以 搭武裝之類 我覺得我們來實驗一下 你帶這個來啊 對,這個是人工 彩繪原料 彩繪原料 大家都知道彩繪原料 就是你可能彩繪完出去下淋雨什麼 也都不太會... 對 不太會溶掉的那種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女生會用的 這個睫毛膏 睫毛膏 這防水睫毛膏 防水睫毛膏,對 所以再更狠一點 還有那個防脫色的口紅 這是現在比較... 對 不沾染的唇膏 沒錯 然後還有一個更狠的就是 白板筆 就不要再往上畫 誰會在臉上畫白板筆 不要再... 這是懲罰遊戲才會玩的嘛 沒錯 對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就來做一個實驗好了 這邊還有一道 看到沒有 對 這個是我家小狗狗抓的 我... 他在洗不掉 洗不掉 然後我就是一樣 用少量的馬賽皂 他就在肥膏上轉一轉 對,然後我就這樣轉一轉 你看 馬上就轉掉了 我的感覺是 它在按摩你的皮膚的時候 比較沒有什麼拉扯的感覺 對啊 而且還滿好滑的 是啊 滑一滑就滑了 而且你會覺得很乾淨 你一點負擔都沒有 真的耶,你看 擠掉了 對 然後這個是防水的睫毛膏 防水的睫毛膏 好 那我一樣也是取小量 然後我也是稍微 那全部一起把它刷一刷 對啊 全部一起啊 可以啊 可以 非常的... 真的耶 真的 所以你不要擔心它卸不掉 真的 清潔力這麼厲害哦 而且大家有看到這個泡沫 有一點... 有黑黑的 有顏色都出來了 它就是把這個色料 整個都把它展覽出來 把它溶掉了 而且它不只是清潔 它因為有大量的橄欖油 跟乳木果油 所以它會滋潤 不乾淨 因為其實真的要用這個 為什麼 因為女生都有化妝知道 我們如果用卸妝的 是 其實很強的 不是卸妝油而已 是化學的那種 外面唇部跟眼部的 其實我眼睛都好刺痛 美鳳姐姐會嗎 它的上面有化學成分 有時候也會 有時候就要找到適合自己的眼睛 我覺得裡面多多少少會加一點 所謂的 我們就是... 在保養品叫醇 那就是所謂的藥用酒精 是 為什麼要加醇 因為有很多液體的東西 它需要很多不同的成分 對 它如果沒有加醇 它就沒有辦法把這些液體 溶解在一起 了解 不過因為我們年前嘛 我們有膠 對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那種 是 稍微那個 如果說有化一點隔離的 晚上用這個 可以 也是可以 而且其實... 剛剛有洗過,你看哦 不過兩邊 你們可以摸一下兩邊 老師,測試一下 這邊是有洗過 對 摸起來不一樣 感覺比較細有沒有 有 有 就這樣子滑一滑 感覺就不一樣了 老師,測試一下它的保溼度 效果怎麼樣 我今天手很乾耶 要公布一下就對了 好 來,這邊 這是沒有洗的 了解 好 這個是看得到嗎 30 這樣有 33,有看到嗎 有 33算還不錯啦 是 先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你還是真的... 30以上就是中間 對 然後這個是洗過的 是 它現在在測 對 看一下嗎 30... 37 有 馬上有增加水分 37 而且它前面第一個是水分 第二個是油脂 第三個是肌膚的柔嫩度 柔嫩度 柔嫩度 OK,好 你看它前面都有往格數往前跳 這個表示說你看你一洗 它才一下子而已 所以它裡面就是添加了很好的保溼的成分 有橄欖油 是 然後有這個所謂的滷油木果油 是 去整個把它加在裡面 保溼度就會變成這樣 另外那個是... 然後這個是 其實這個東西我來講的話 會比這個馬賽膠更滋潤 它就是剛那個液態的 然後變成馬賽膠 那馬賽膠的話 它本身的含油量更高 所以它更適合保養 洗臉這樣 卸妝什麼的保養 這個就搞定 但它也是一樣是蘇打起泡 所以不會傷病 我跟你講你聞就知道 你聞聞看 它就是不加... 沒有加香菌的 對 你聞就知道 如果像這種馬賽膠 我非常適合那種 可能皮膚冬天易癢的那一種 可能太乾了 冬季癢 或太癢 然後有些人可能家裡可能 有一些可能不清不乾淨 你可能床單也沒有常常在換 身體冬天都會有一些什麼增值 是 洗這種反而它功效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第一個 對 然後保溼度又好 那因為重點是它的起泡的原理 是來自於 碳酸嘛 是 碳酸它就很天然 是 碳酸作為它的介面活性劑 是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解釋這麼多 天然的... 天然的最好 對 天然的確是學問 對 是 當然 大家都知道是要天然的最好 不過要怎麼選擇 這就是真的好深奧 對 是 但是今天也大概讓我們知道了 其實簡單的話 其實它清潔 各方面都不會造成我們很大的困擾 對 不用太多添加的東西 是 就可以弄得很乾淨 所以最好的保養品就是 要最好萃取出來的天然 是 然後用最天然的 就讓大家 真的從頭... 乾淨比較沒了 從頭健康比較沒了 這很重要 不是只吃東西而已 我的菜也很重要 對 好,非常謝謝各位光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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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味道就知道沒有什麼 那我還知道 像那個毛霜 對 OK OK